这天小树蛙、狐狸猫、狸狸和麦麦在实验室聊天 狐狸猫问小树蛙 记不记得前两堂课的内容 小树蛙点点头表示记得 是在讲金属及非金属的燃烧实验 狐狸猫接着问 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实验呢? 因为它想要观察金属及非金属在燃烧后 会有什么不同? 小树蛙说 当然没问题咯 狐狸猫、狸狸与麦麦开心地欢呼 首先要进行金属氧化物的实验 小树蛙准备了金属钠、金属鎂 以及金属铜三种材料 小树蛙将一些钠放在燃烧池上 并点燃酒精灯 它跟大家说 金属在燃烧后会产生金属氧化物 像是钠 就会产生氧化钠 得到金属氧化物氧化钠后 小树蛙将它倒入装有蒸馏水的烧杯中 并均匀搅拌 小树蛙请狐狸猫用相同的方法处理酶与酮 现在它们得到了三杯金属氧化物水溶液 小树蛙请大家仔细观察 狐狸猫发现氧化钠在水中会溶解 狸狸发现氧化钠在水中也会溶解 而麦麦则发现氧化酮不会溶解 哇 大家都很棒 观察得很仔细呢 小树蛙鼓励地说 接着它拿出了一支滴管 小树蛙用滴管分别吸取三杯金属氧化物水溶液 滴在红色及蓝色石蕊柿纸上 请大家观察三组石蕊柿纸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狐狸猫发现 氧化钠和氧化镁的水溶液会让石蕊柿脂变成蓝色 但是氧化酮水溶液则不会让石蕊柿脂变色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答对了 它解释 氧化钠和氧化镁水溶液会让石蕊柿脂变蓝色 表示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后 水溶液呈碱性 而氧化酮因为不溶于水 所以水溶液呈中性 红色石蕊柿脂及蓝色石蕊柿脂都不变色 认识了金属氧化物后 接着来进行非金属氧化物的实验吧 小树蛙准备了硫以及碳 来进行非金属氧化物实验 首先小树蛙用燃烧池取了一些硫 并用酒精灯燃烧 得到硫的非金属氧化物 二氧化硫 接着 小树蛙迅速地将燃烧池 放入装有空气及少量水的广口瓶中 并用玻璃片稍微盖住瓶口 避免空气快速流失 待火焰熄灭后 取出燃烧池 再用玻璃片将瓶口完全盖住 小树蛙轻轻摇晃广口瓶 使二氧化硫溶溶于水中 摇晃均匀后 将玻璃片移开 以滴管吸取二氧化硫水溶液 分别滴在红色及蓝色石蕊柿纸上 小树蛙请狐狸猫用相同的方法处理非金属碳 现在他们得到了二氧化硫 与二氧化硫水溶液的试纸 狐狸猫兴奋地发现 滴有二氧化硫与二氧化碳的石蕊试纸 居然变成红色了 小树蛙解释 这是因为非金属氧化物水溶液 呈现酸性的缘故 狐狸猫终于知道 原来金属及非金属氧化物的水溶液 呈现的酸碱性不同呢 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时 水溶液为碱性 而非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时 水溶液为酸性 若氧化物不溶于水 其水溶液则为中性 这时狐狸猫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刚才它发现不同物质燃烧的程度不太一样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说道 关于狐狸猫刚刚的提问 可以用活性 来解释金属燃烧程度的不同 金属在空气中会与氧产生作用 当金属愈容易与氧产生作用 也就是愈容易在空气中燃烧时 其对氧的活性愈大 举例来说 由于钠的燃烧程度大于鎂 鎂的燃烧程度又大于铜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三种金属中 钠对氧的活性最大 其次为鎂 而铜则是最小 小树蛙接着说 除了从燃烧程度来了解活性外 也能从外观进行观察 例如对氧活性大的金属钠 它的切面只要接触到空气 很快就会失去原有的光泽 而对氧活性小的金属 例如黄金或白金 在接触空气后 依然能长时间保持金属光泽 因此常被当作装饰品使用 除了这些金属 小树蛙另外给大家介绍 一种特别的金属 那就是鑫 鑫在燃烧时 火焰会呈现黄绿色 鑫燃烧的产物为氧化鑫 小树蛙将燃烧中的鑫移出火源 很快地燃烧持重的鑫便停止燃烧 接着使用碳针挑开氧化鑫的表层 发现内部高温的鑫又开始燃烧 小树蛙解释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鑫在氧化或燃烧后 会在表面形成氧化鑫保护层 它能够阻隔空气中的氧 避免与内部金属接触 防止继续氧化 所以当使用碳针挑开氧化鑫的表层后 使内部高温的鑫接触到空气 继续燃烧 另外 因为氧化鑫难溶于水 小树蛙将氧化鑫水溶液 滴在石蕊柿脂后 不会让石蕊柿脂变色 因此 它推论水溶液是中性的 这时狐狸猫想到 家里的窗户有标示镀芯 就是要保护内部材料 不会继续氧化吧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 实在太聪明了 新货铝时常被当作 防止金属生锈的物质哦 狐狸猫好开心 自己又多学了一个新知识呢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时 水溶液为碱性 非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时 水溶液为酸性 当氧化物不溶于水时 水溶液为中性 愈容易于氧作用 愈容易在空气中燃烧的物质 对氧的活性愈大 新氧化后 其表面会形成氧化心 阻隔外界氧气 避免内部继续于氧气作用 对氧化物质 社会制作用 更多烨的物质 也离开心 然后可能会有这个 他们不语用 根本人计划